歡迎來到新一輯的一週花生點評,我是老尖 影片上架的日期是2022年11月22日 一週花生點評是為大家點評過去一個星期的科技家有趣新聞時 今集的內容包括有卡塔比世界盃有超過2萬個的嘉賓鏡頭 國內的Tesla的赤又再發生意外,還要死兩個 究竟怎樣呢?WiFi 6E 還未真正報告 WiFi 7 的產品已經推出,就為TPLINK 推出 中興已經啟動了6G 的關鍵技術研究 而首款國產的顯示卡開賣 CG發表新世代的硬碟規格是怎樣呢? 稍後說一說,任天堂公佈十大最暢銷 Switch 的遊戲,究竟有些甚麼呢? 你和我都有沒有玩過呢? 稍後說一說,跟著再說一說 Android 的消息 Google 的接機,Passo Flow 三星 S23 的 Ultra 華為平價版的 Pocket S 接機 而蘋果的消息方面包括有 iPhone 14 Pro 強化 Always On Display 的功能 iPhone 14 系列可以 壞機不用換全部,只是換部份相對零件 究竟是怎樣呢? 只要看下去了 準備好花花生未呢? 我相信世界杯開羅大家都會有花生的了 去片吧! 歡迎來到吹吹水電腦研究所 我是老尖 在開始影片之前,記得留言,讚好,分享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 當我有新影片的時候,Youtube就會通知大家 最後訂閱吹吹水電腦研究所的Facebook 專頁 多謝! 今集的內容開始了 世界杯已經開了波了 在影片上播的時候 而Fever 表示就是今次在不半球的世界杯 首次在冬季舉行 今次的世界杯也都加入很多科技的元素 例如升級了的 AI-VAR 助理裁判 由於疫情上的關係 大會要求參觀世界杯賽事的觀眾 需要安裝這個追蹤程式 而八個主場館設立了超過兩萬個監控鏡頭 以 AI 偵測球媒的表情 以防騷亂的發生 而工作人員可以利用控制室內的屏幕去調節 場內的溫度 門鎖的開關 檢查人群的流量 又或者可以提示場內逗留的人數等等 有關資料 大會只是說保留120日 並強調這些系統 以安全為前提 並非收集數據 或者秋後算帳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呢? 歡迎大家留言和我分享一下 又再講一下Tesla 的消息 Tesla 又再炒車 今次是兩死多人受傷 而事件發生在廣東省 今次是一個Tesla Model Y 的車主投訴 它的迫力不動 無法殺到車 而時速達到接近200kph 期間撞向一架電單車 兩架單車 一架三輪電動車 不知道大家會否看到Tesla 的車會害怕呢? 我就看到它會走駕駛不到 但認不認得徹底是一個問題嗎? 但大家會不會買Tesla 的車呢? 那就不知道了 歡迎大家留言和分享一下 接著講一下網絡上的消息 Wi-Fi 6E 現在推出了一段時間 都還未正式普及 但下世代的Wi-Fi 7 即是802.11 BE 的產品已經發佈 就由TP-Link 手發的 據稱無線傳輸的速度 達到33 Gbps 今次的重點產品是 DECO 的 BE 95 Mesh Wi-Fi 和 BE 98 的無線路由器 達到33 Gbps 的傳輸速度 不知道外出有沒有達到這個數 都要視乎外出的網絡是否能去到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打算換Wi-Fi 7 的產品呢? 歡迎大家留言和分享一下 手機的 5G 的傳輸已經推出了兩年 很多網絡設備商已經開始著手研究 6G 的技術層面 中興通訊近日表示 已啟動了 6G 的關鍵技術研究 預計 2023 年可正式使用 封值網速可高達 1000 Gbps 而 6G 的技術佈局非常之廣泛 已申請多項專利技術 第六代通訊是高潛質的關鍵技術 包括有空天地一體化的技術 還要進入 THz 的通訊頻譜 我想大家都聽過了 2.4 GHz 和 5 GHz 而是提及 再要高達 1000 倍的 THz 頻譜 還有一個可見光通訊技術 亦展開聯絡的研究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 6G 通訊技術 如何看來 有沒有什麼建議 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一下 接下來說說中國的顯示卡 美國一直都打壓中國的晶片發展和製作 有見及此 中國一直有自主研發這個晶片 我想大家都聽過 因為都某程度是被美國打壓 搞出來的產品 今次說的是首款國產顯示卡 已經正式開賣了 叫價是 2000 元人民幣 折合港幣 2200 元左右 今次顯示卡的型號就是 MTTX 28 顯示卡 加上華碩 Gameding B6060 Plus 的 D4 主機板發售 大約 3000 元人民幣 折入港幣 大約 3300 元 MTTX 80 的外形 和一般中高階的顯示卡差不多 採用大型銀色的散熱器 設有一個 RGB 燈效 提供三組 DisplayPort 1.4a 和一組 HDMI 2.1 插頭 採用 PCIe 5.0 配備 128GB Per Second GDDR6 的記憶體 官方數據顯示 和有 4096 個 MUSA 核心 和 128 個張量運算核心 GPU 採用 1.8GHz 史密 它的運算能力和 GeForce GTX 1060 相約 可以對應 DirectX, OpenCL 和 OpenGL 等運算技術 公佈支援的遊戲 包括 The Herbal 3 Mid for Speed 等等的部分遊戲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 各產顯示卡有沒有興趣呢? 歡迎下面留言和分享告訴我 我相信大家在電腦內 無論是 Desktop 或 Notebook 都配備了 SSD 的 HDD 我相信大家都會嫌傳統的 HDD 獨裁速度比較慢的關係 就穿用 SSD 的 正當大家以為機械是 HDD 目落之際 SIGI 這家 HDD 大廠 就成功突破了一個技術 推出一個比美 SSD 速度的硬碟 傳統硬碟對於著重資料的安全性的用戶 例如數據中心或企業比較重要 傳統機械族的硬碟作為儲存媒介 相對於 SSD 比較可靠 但速度上有所不及 但仍然可以透過 RAVE 震裂提升它的效能 SIGI 推出這隻的硬碟 型號是 SOS 2X100 結構上與傳統 HDD 是無異 只是額外增加了一個驅動系統和磁頭 Kalims 就像內置 RAVE 的模式一樣 提供 12Gbps 的 SAS 插頭 以及 6Gbps 的 SATA 插頭 而硬碟是 7,200 轉 提供最大 18Gbps 的容量 不知道大家對這隻 HDD 是否有興趣入手呢? 尤其是公司 歡迎下面留言告訴我 接著說下遊戲的消息 任天堂公佈了十大最暢銷的 Switch 遊戲 Mario Kart 8 揮裂榜首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號 最暢銷的 Switch 遊戲名單 揮裂榜首的是 Mario Kart 8 包括還有什麼遊戲呢? 第二名是 習六八 動物心有會 第三名是 任天堂明星大亂鬥特別版 薩爾達傳說 抗野知識 寶可夢 劍 盾 盾 超級瑪利奧 Odyssey 超級瑪利奧派對 寶可夢 精燦鑽石 明亮珍珠 健身雲 大冒險 Pocketmon Let's Go Pikachu 等十隻遊戲 不知道大家有多少隻在手呢? 我只只有一隻馬寶賽車 不知道大家有齊十隻嗎? 歡迎告訴我 接著說下 Android 的消息 首先是 Google 盛傳會出摺機 這部摺機的名稱是 Pixel Flow 今次有大量 Pixel Flow 機身的圈染圖流出 看上去都頗輕巧 這部 Pixel Flow 的價錢 跟 Galaxy Z Flow 4 一樣 圖片上可以看得出 比較輕巧細部 略有小米 Mix Flow 2 的影子 但是尺寸和詳細規格未有公佈 預計採用自家的 Tesla 晶片 機身分別有黑色和白色兩種 前置鏡頭有兩個 分別在外框和內邊框 旁邊設有這個指明解鎖 售價方面值是 $1799 美元 大概港幣是 $14000 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入手呢? 接著說說三星 Galaxy S 23 Ultra 除名這部機是會有兩億像素的拍攝鏡頭的 但是一直都是指紋樓梯響 最近網上流出終於有十拍的相片 相片比上一代 Galaxy S 22 Ultra 更加細緻 今次流出的相片主要是主鏡頭拍攝 坊間亦有指 Galaxy S 23 Ultra 相機 可以輸出三種鏡頭像素 分別是 2 億 接著是 $5,000 萬 接著是 $5,000 萬 以及 $1,200 萬像素 以配合實際的需要 接著再說說的就是 接機以往給別人的感覺就是很貴 往往都要 $90,000 一部 而華為早前發佈了一部便宜版的接機 就是叫 Pocket S 採用華為 P50 的外形設計 但是硬件上稍作調整令到價格下降 就令到華為 Pocket S 成為一部相當易入手的接機 目前這部 Pocket S 只得水貨 8GB RAM 加 256GB RAM 版本 售價是 $7,280 萬 Pocket S 採用了高通的 Slap Dragon 778G 的 4G 晶片 外邊有一個 1.04 吋 340 x 340 像素的螢幕 主螢幕是 6.9 吋 1188 x 2790 像素 120Hz O-Lang 螢幕 而屏幕亦可以在 90 度彎曲 做左枱使用 電話相機就是雙鏡頭 分別為 $4,000 萬和 $1,400 萬兩個級 電話未支援 5G 網 未有原生的 Google 服務 但用得華為行鴻蒙的 就遇到沒有 Google 原生 Google 的 那大家怎樣看呢? 歡迎下面留言和分享 接著說說蘋果的消息 iPhone 14 Pro 強化 Always On Display 的設定 今次蘋果推出的 iOS 12 Beta 3 的測試版 為 14 Pro 加入更多 Always On 的設定 亦都有指 這個 Always On 有很多用家覺得不好用 尤其是太高 令到不少用家不習慣 蘋果今次發佈的 iOS 16.2 Beta 3 內 加入了不少新功能 就可以讓用戶隱藏 Wall Paper 或 隱藏信息提示等等 亦都像 Android 的 Always On 功能一樣 解決用家的要求 接著再來 Apple 的 iPhone 14 的消息 iPhone 14 呢 一般壞機就要整部換 但根據外媒收到蘋果內部的 Memo 所提及到 現在 Apple Store 和 Apple 授權的維修中心 就可以為 4 款 iPhone 14 系列的型號機種 更換壞損的零件 而不需要整部電腦去換 而這個維修方案 是上星期生效的 可以訂購零件 以及在電腦內做維修 而收費方面 更換任何 iPhone 14 的電池 就不是港幣指 779 如果你登記了 Apple Care Plus 的服務 就可以免費更換電池 但是電池的健康度 就要在八成以下 如果換屏幕的價錢 就是 3129 系 不知道大家對 可以不用換掉整部手機的 iPhone 維修呢 怎樣看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今集的內容就來到這裏 不知道哪一宗花生趣民事 令到你有興趣 也可以在下面告訴我 記得清理好花生稅 下集見 那今集的花生趣民就說到這裏 如果大家剝花生剝得過癮的話 記得分享和留言和讚好我的影片 之後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當我有新片的時候 YouTube就會通知大家的了 如果訂閱了的朋友 看看下面的訂閱鍵有沒有被人推定 如果不是的記得按回 那大家記得清潔好花生殼啦 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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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見